字幕提供 可是我觉得台湾还有很多潜力 潜力普遗 可是可能 变成说没有很 积极的去做 整合 对啊就是觉得很可惜 国中的时候呢 全班跟隔壁班所有的同学都在封狭兽对决 还有郁荣的信安 那那时候真的是 不管你喜欢 或不喜欢篮球 或是都是一定知道线上有什么样的球员 什么样的球星 所以变成说大家都很不乐中在这一块 所以就 就不会特别想去focus在 台湾篮球这一块 会变成这样绝对不是只有单一个环节 做错 因为真的太多是环环相扣的东西 你说资金不足 你说人气降低 你资金投入的少 呈现出来的样子 不够完整 不够充沛 那人家就不会想要来看 我觉得最无辜的是这些球员们 因为他们并没有因为球迷变少 人气降低而不努力 底层的人口越多来说 你顶尖的金字塔要做得非常好 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投入在这个运动当中 对 我其实在台湾的男篮和女篮的职业的大 SBL和WN SBL我都带过 然后包含到中华队我也都带过 所以其实不敢说我对整个台湾篮球的发展有多了解 但是我觉得现阶段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那个精彩度 那个让我想要演讲 让我想要呐喊的 那个力量还是在的 态度只要对了 就不管什么叫输赢 你是享受那个过程 我希望这个环境能变得更好 然后我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篮球 希望我们今天讲出台湾Basketball的时候 是让人家很尊重的 我希望我以台湾篮球为骄傲 用尽全力去拼这场球 我们不挑对手 我们就是用尽全力去打 我们想要挑战全世界 篮球就是一颗球 也不用特别的装备 入门的门槛就是这么低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一颗篮球陪着你长大 篮球我想对你说谢谢 谢谢你在我的生涯里 带给我这么非凡的人生 这么多彩的经历 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谢谢你 我会一直爱你 爆纸的观众 Zither Harp